死天王泽布拉干的坑害我方队友的事可真不少 这次当然也算 萨尼一边骂泽布拉是猪队友一边叫唤 这可怎么办已经被包围了呀 而且这些猿猴数量多得惊人 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继续打呀 泽布拉不愧是美食猎人中的问题儿童 开口就是打杀啊 他放出恶魔死神威吓 他的死因还是那么霸道 不过猿猴中有不服的 想直接和他干架 他当然也奉陪到底 于是他不顾阿鲁等人的劝阻 静止跳下车厢 看到冲上来的猴子 泽布拉没等他出招 就给了他一个大臂兜 直接把他脑袋派飞了 猿猴的颈动脉 滋啦滋啦的冒血 泽布拉擦了擦手 真是群顽固的家伙 就不能给我乖乖的 接受死神的引导去那个世界嘛 可可先前还说 在猿王的管辖下 最好不要犯傻戒 可泽布拉一来就要干一堆 这么玩 想低调点都不行了呀 越来越多猿猴朝泽布拉扑过来 泽布拉越打越起劲 用超音火箭炮炸了个爽 好兄弟被群殴 怎么能坐视不管 更何况 是泽布拉先动手的 所以只能后着脸皮 和他们开战了 阿鲁让泰里基斯和女王都下车 要打起来了 咱也冲啊 阿鲁最先碰上的对手 是狂热羊巴掐猴 瘦瘦小小的他 等级也有650 阿鲁用钉拳与他过招 然而这猴 反身用手扭住阿鲁的手臂 让他技能放空了 阿鲁没想自己的特技 竟然被猴子破解了 而且这猴灵活得很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看似神清如燕 实则对自己步步紧逼 阿鲁只好动真格 一手砍断了他的右腿 可猴子并没受到影响 还是那副嬉皮笑脸的模样 阿鲁只好给他一记射钉枪 让他找找痛苦的感觉 大家小心 这些家伙会使用奇怪的武术 可可认为他们的本事可不止如此 和他对战的622级的 1R1R1 甚至还会使用武器 要说奇葩 还得是萨尼会挑对手 他正面迎上的是668级的美度沙猴 奇奇怪怪的猴头上 盘绕着无数条射 相似元素有了 但这神态怎么看不像美度沙 泽布拉的对手更离谱 竟然是671级的观音星星 他端坐在地 一副得到成佛的庄严模样 引得泽布拉哈哈大笑 靠啥呀 这星星难不成还参悟了 那么应该也感觉不到死亡的恐怖了吧 这些猴子用的是猴子用的是猴子 第七区域是彻底的纵向社会 猴猴餐厅是有排序的 其等级排行 是根据被称为猿武的 野生格斗术猿武的实力来决定的 从下面的新手 到最上面的师傅 聚集了总数 约50亿头猴猴的猴山boss 就是猴王班比娜 成为师傅级别后 就能从猴王那里 获得自由捕食和娇尾的许可 到现在 这里也只有四位师傅 不过这次获得了捕食许可的不是师傅 只是最低等级的新手 猴子们源源不断蜂拥而来 数量多的难以想象 打不完就算了 还打不动 这些猴子耐受力出奇的好 阿鲁的射钉枪完全不作效 甚至 他们还能得意的 在他面前放屁 可可注意到 他们的捕获等级 在受到伤害时瞬间提升了 他们能将遭受的伤害 在体内流动后排出体外 这不就跟先前的四兽一样吗 要是每一只都这样 那就真没完没了了 不仅如此 他们还具备再生能力 被打断的腿和胳膊 都能重新长出来 就在这时 所有猿猴都跪下了 满山遍野的猴子 一看到这个巨大的猿猴 全都瞬间冷静 安分地跪着 他们紧张地汗水直躺 阿鲁等人却不明所以 这啥情况啊 那谁啊 这么大本事 大家干嘛都这么害怕 这是什么特别的人物 难道是巴王吗 说到这个名字 萨尼阿鲁跟其他猴子一样紧张 但向来天不怕地不怕 泽布拉 却来了兴致 BOSS一上来就登场了 我们闹得有这么厉害吗 正当得意之时 他注意到旁边的地面上 探出了一种长相怪异的小花 而有的猴子 正悄悄朝他瞄过去 没等泽布拉参透其中的蹊跷 忽然 阿鲁等人所在的地面 像是被切割出了一条大道 中间部分全都塌陷了 这是陷落陷阱 垂直线下落的几人 身体没法自由行动 可可赶忙叫他们钻到电车沙里去 一行人从地面消失后 猴群中的气氛才缓和了一些 他们一言不发地看着陷落的坑洞 等待着围首的那位 高大巨员发号使令 片刻阿鲁他们才落地 阿鲁他们皮糙肉后不要紧 他们最担心的是伤员小松 好在电车沙里设施齐全 他被呵护得很好 虽然好像是掉到了很深的地下 但怎么看这里都不像是地下 因为放眼望去 这里怎么看都像是 曾有人居住的古文明遗迹 此人瞪大了眼睛 这是古代遗迹 怎么都没听说过 地下空间里竟然有这样的地方 在大家惊诧的时候 一个人影从他们身后走出 我来为你们带路吧 带你们领略这片大陆上 曾经繁荣的文明 这是尼特罗 这里怎么会有尼特罗 好坏也不清楚 但阿鲁他们还是跟了上去 这里过去曾是尼特罗奴隶的人们 开辟的王国旧旨 现在已无人居住 萨尼满腹疑惑 他悄声问阿鲁 跟着这家伙真的没事吗 阿鲁也有点纠结 现在还展示感觉不到敌意 而且 把他们从猿猴手上救下来的 就是这家伙没错 好学的可可奔道 无人居住是绝技的意思吗 这片大陆的文明 在很久以前就消失了吧 尼特罗给了他肯定答复 之后 他们看到了整齐摆放着桌椅石凳的地方 尼特罗说 这里曾经是食堂 在文明繁荣的时代 几乎每天都会在此开宴会 阿鲁闻到了一股好闻的气味 是幸福的残香 尼特罗说 那是因为这里 是人们满意笑脸的地方 不用听他解释 阿鲁也感觉得到 热气 温度 还有笑声 一切仿佛身临其境 尽情绽放的笑颜 和欢闹快活的宴会 似乎就在眼前 还有热情好客的大叔 正在向自己第九杯 可以转眼 这里依旧是残垣断壁 破烂的石板石凳 再不负昨日辉煌 阿鲁震惊地揉揉眼睛 最近总是看到奇怪的东西 不知道是不是眼睛出问题了 萨尼关心地问他怎么了 他却挥手说没事 糊弄过去了 最后 尼特罗带他们来到一个 有很多壁画的地方 他说 这里是太古开市 王国的长老 用来招待客人的接待室 阿鲁看着这些壁画 总感觉 好像在那看到过 紫尔布拉若有所思 他想起眼前的尼特罗是谁了 走进接待室 里面有很多奇怪的椅子和桌子 比如这把椅子 大的似乎能同时坐下好几个人 尼特罗说 这是因为这里会招待各种各样的客人 还有客人会抱怨 这尺寸太小了 萨尼惊呼 来日的客人究竟有多高大呀 尼特罗找座位让大家坐下 可可把小松带来后 才开始听这只尼特罗做自我介绍 眼前这只尼特罗叫卡卡 他已经听琪戏说过这些人的事了 很难想到卡卡竟然和琪戏是熟人 卡卡说 我和琪戏还有一个叫吉记的 是即便在尼特罗中也仅有的未先人同伴 曾有段时期 我们仨一同被称为金楚 银楚 铜楚 在永无止尽的悠长岁月中 我们三人夜以继日的 将精力耗费在烹饪的研究上 萨尼很惊讶 没想到那个不正经的色鬼尼特罗 竟然有如此伟大的称呼 不过他肯定是铜楚吧 阿鲁达记得 琪戏好像有说过这件事 只是他们都没把这当回事 卡卡继续说道 我们从太古开始 就将食材的菜谱 以壁画的形式留在这遗迹之中 这是为了保证在干棉时 那菜谱也不会消失 特别是特殊烹饪食材的烹饪方法 说到这儿 阿鲁灵光一现 他想起来了 他是在美食金字塔 看到过那些壁画 还有小松拿到的那本书 对吧 对吧 泽布拉 被问到的泽布拉 双手环抱 淡淡说自己不知道 他只记得还有一只尼特罗 从金字塔中逃出去了这件事 卡卡不卖关子 大方承认那就是自己 那个时候 让他从干棉中苏醒过来的 正是现在徘徊于生死之间的小松 尼特罗虽然可以进行干棉 但却无法靠自己醒过来 也有在睡眠期间 地球的环境发生巨变 结果错失了醒来机会的尼特罗 总的来说 干棉等于堵上了性命 而小松是他的救命恩人 那时他刚脱离干棉 为了恢复体力 和尽快赶到要去的地方 所以来不及道谢就先走了 大家一头雾水 苛刻好奇 这地方曾是尼特罗奴隶的人类 从其支配下逃离后开拓的王国 又怎么会有尼特罗出现 并刻在菜谱呢 对此 卡卡的回答是 因为他们很多尼特罗 也参与了这文明建设 尼特罗中 也有很多是蓝色尼特罗的奴隶 比如 生代被毁 仅仅为收集食材而被强化的 红色尼特罗们 这里是由众多流亡者 建造的希望的王国 最繁盛的时期 连大陆上的猿猴们 都在一起生活 是名副其实的自由乐园 如此繁荣的文明会毁灭 开端是猿猴们的叛乱 但最直接的原因 是另一件事 卡卡正要详细说明 小松却有异样 他浑身难受 不停颤抖着 所以卡卡终止介绍 急着招了小松 卡卡发现小松的血流变弱了 忙让泽巴拉用声音 给血管加压 还让萨尼扩张气管 大家都紧张地喊着 小松 加油啊 你可别死啊 忙活一阵后 小松的状况才稳定下来 可情况太糟了 按照这个发病节奏 剩下的人工脏气和药 差不多一周就要用完了 也就是说 小松的实现只有一周了 必须一周时间内得到派尔 晚一课 小松就没命了 卡卡交出火急火燎的四人 我知道派尔的入手法 这是连蓝色尼特罗 都不知道的方法